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7A型红英式的出现是为纪念二次大战美国陆军航空队飞翼塔斯基奇飞行员的贡献 由波音与瑞典申宝公司合作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 是应应美国空军未来的战机与轰炸机飞行机组员训练需求 专门研发的新型喷射教练机 T7A型教练机采用革命性设计和研发方式 在设计 测试上运用虚拟实镜VR 扩增实镜AR等数位工程科技 将对现今军用机的成本高涨 冗长研发其成模式带来大幅改变 T7A型教练机采用高单翼 双锤直尾翅 单发动机共型 拥有高居 高公角的良好飞行能力 可以模拟高性能喷射战机 机翼搭配的缝翼 大型翼前缘根部延伸面 也提供在低速飞行时的灵活操控性 双锤直尾翅设计 则使T7A型拥有更好的操控性能 减速功能 以及空中加油作业的安全性 T7A型教练机的座舱为重列阶梯式双座 确保后座飞行教官和前座学员都拥有优良的视野 座舱搭配向右开启的单片式座舱罩 前座装有抬头显示器 以及以色列艾尔比特公司的大型显示器 上方控制面板 发动机油料指示器等 机上还装置数位化线船飞控系统 现代化数位航电系统等 包括艾尔比特公司的空地资料链 是T7A型教练机具备雷达模拟与真实 虚拟与建构式训练能力 并更加重视人机界面 在设计过程中即考虑到系统管理与妥善率 能减轻后勤保修人员的工作负担 整套系统注重维修 后勤的需求 可降低成本和装备的复杂度 而包含内建 离机的整合后勤支援 以及高度的可靠性 可用度 也减少了T7A型教练机系统的售齐成本 T7A型教练机在研发支出 便包含整合地面训练系统及相关支援 在2020年波音公司开始在圣路易厂区 生产地面训练系统 包含第一批的两套武器系统训练装置 以及一套飞行训练装置 地面训练系统完全整合飞行员在真实世界的经验 且硬体采用开放系统架构 搭配数位化软体 未来还能因应美国空军的需求 进一步提升功能 好的 大家觉得这款T7A型红音式高教机的性能如何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哦 本集影片内容就先到这边 想了解更多军武知识 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我是观测员李玲 辽军式观测站 拓展你的军武世界观 我们下次见 bij我们的频道